怎麼都拉不完 而且自己越拉越難 從2022開始我們Infinite Quartet 策劃了一系列貝多芬晚期 希望用五年的時間 演出貝多芬的晚期 弦樂四重奏 去年我們先演出了OP135 為我們的起始點 今年第二年我們從127開始 這一首是他曾經了15年之後 從中期跳過到晚期 弦樂四重奏的第一首曲子 那接下來每一首曲子 都有他獨特的個性 敬請大家期待我們每一年 不一樣的貝多芬 技術上來說 他可能不像 我們之前演的巴爾博客 那麼困難 貝多芬他的困難其實在 四個生物架起來的時候 跟我們以前 或者是說其他作品家 或者是貝多芬前期的曲子 他的那個和聲感是非常不同的 特別是在這首曲子你會發現 他給大家提起的難度 我認為是非常高的 在技巧上面 在音樂上面 在音域上面的轉換 我們還要去 catch 音準 catch 調性 然後去 live with the music 這些事情的難度 跟 Bar Talk 是完全不一樣的挑戰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對於 貝多芬音樂的那個美揚 應該是各自都有了 心中的風景 或者是嚮往 在演奏或者是練習這個曲子的過程 就會覺得實在是很難達成 那到時候的演奏教 到底是怎麼拉的 跟我們那時候講說 啊 Bar Talk 演奏教 這是怎麼拉的 好像不太一樣的層次 當初演出是失敗的 潘子琪就跟貝多芬抱怨說 你這個太難了 我們沒有時間排練 我們都做不到 你這個要求太多 然後貝多芬就回他一句說 這不是寫給你們的 這是寫給未來的 可是現在2023年 已經過了200很整了 結果我們還是 還是覺得它很難 還是覺得它很難 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常在台電 都想像說 當時的時空狀態 他們怎麼能夠掌握這麼難的 對曲子很崇拜 Always explore something different Finding something new that's surprising 然後你會覺得很有趣 演奏不會是很枯燥的 演奏會怎樣 腦力激動 你們要深心 能夠react 能不能catch out 他當時凸顯這個音符的 背後的意義 我覺得很像藏寶遊戲 优伍